哎呀 你看 这车上的公鸡这么多 营养鸡的 是吗 你住在里面吗 要不验鸡我自己看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非常谢谢新疆的朋友 非常好 天哪有那么多 只要车子有点油 海哥带你量地球 大家好 这里是甘肃省敦煌市 我们现在离敦煌市区 只有一公里 因为敦煌市甘肃的 最西边的一个城市 这里离新疆近在咫尺 我们也不知道 当地的风俗习惯 只有硬着头皮去闯吧 好 跟随我的镜头去寻找 这个时间点如果是在南方 相信很多人已经入睡了 但是这里是祖国的西部 这么晚出来偶遇 请我吃饭的人 其实我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敦煌的天 基本上是晚上九点半 才天黑 一切随远 当我离开市区 来到一个乡村 这个男人开着三轮车 停在我车的跟前 当他打开铁门的同时 问我们进不进去 你好 你好 你弄我进去干嘛 你弄我进去干嘛 这位兄弟说啥 我一句没听懂 赶紧下车询问一下 你好 哇 你装了这么多公鸡啊 哎呀 你看 这车上的公鸡这么多 你是自己的还是买的 自己的 自己的啊 你养鸡的 是吗 嗯 你住在里面吗 嗯 我来这旅游的 旅游的 啊 他的家 啊 他的家 这是他家 嗯 是您家吧 他的 他家的啊 嗯 这是老板娘啊 三车 问一下大姐 大姐姐你好 你好 我是来东华旅游的 嗯 嗯 我们因为路过这里 你看我的车 刚才那位大哥 他叫住了我了 你叫我干嘛呢 你以为我要进来是吧 呀 他是妈 他的朋友嘛 原来 这位兄弟以为我是房东的朋友 哦 哎 这家的朋友吗 不知道 不是朋友吗 哦 我听得出来这位是新疆的 这位兄弟 是吧 嗯 嗯 为你点个赞 谢谢你 这是你家里 嗯 吃饭了没有 吃了 吃过了 吃过了 我想去你家里吃顿饭的 我 我家伙 我在城上吃的 这里就没东的 哦 在城里面吃的 嗯 我们是做旅行纪录片的 哦 哦 要不愿意请我吃顿饭 有 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 真的假的 真的 啊 那你准备去哪里请我吃顿饭 那里面 嗯 那我开车跟着你 行 可以吧 可以 哦 非常谢谢新疆的朋友 嗯 很美味 快上车 再见哈 嗯 拜拜 哇 好不容易 看到了那位 鼻子高高的新疆小伙 他答应你说请我吃顿饭 这里应该也不是他家里 但是我要跟着他 未知的旅途开始了 前方本带我们的又是什么呢 看到这个棚子 当时我还不敢确认 就是新疆的这位朋友 当他一边打电话 一边招呼我们 我确信就是他了 我不觉得那么这样 哦 原来这是一个家 你好 哎 你好 你好 这个时候女主人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又转身进入厨房 看出来大哥的妻子在做饭 我进去瞧瞧 大哥在打电话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 进来 哦 哦 你好 这是不选不选 这是新疆的吗 新疆的菜 新疆的菜 就是 这是什么肉是吧 羊肉 羊肉 啊 羊肉 哈哈哈 这声音太大气了 哦 我们是做旅游记录片的 啊 旅游 然后记录 啊 非常 呃 不好意思 今天打奖你 我们是来吃饭的 哦 好的 好的 真的 真的 好的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哎呀 大气 哎呦 第一次接触新疆的朋友 你们的我们的吃饭 我们 紧紧的开始 呃 刚刚开始 嗯 还是真正的开始 嗯 哦 晚饭真正的开始 不是 他说真开心 哦 我来您家里吃饭 你开心 开心 谢谢你 啊 感谢啊 非常感谢你 真的 太客气了 你们来了吗 你们来了吗 我去 真开心 谢谢 不用谢 这碗还是能听懂的啊 一定在做嘛 这是你的家 还是你租的地方 我们租的 租的 嗯 租的 哦 大哥 这是你家租的 租的租的 来大家 非常好的 大家 我也不知道是老弟还是哥哥 啊 你哪一年生的 七九年的 哇 话我一下 童年 我也是那一年 童年 我给他大 大一点个月了 非常感谢 这原分呢 有骆驼 好 出来瞧一下 哇 他们这里有骆驼 天哪有骆驼 浩克的新疆朋友 毫无顾忌的 带我去看他的骆驼 其实除了骆驼 他还养了牛 还养了羊 我能感受到他真诚的 待客之道 哇 这个新疆的朋友 哇 这么大的牛 我这个牛是养来干嘛 养的吗 放放水吗 去了 在 在 是吃肉还是 卖的是吧 那个是奶牛是吧 嗯 这个牛好值钱啊 哇 那里骆驼 骆驼 哎呦 他养骆驼 这个真的是 今天是一个意外 接一个惊喜啊 一个接一个 真的是非常高兴认识你啊 怎么称呼你 怎么称呼 怎么叫你 两个人吗 我怎么叫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吗 阿巴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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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 阿巴白克 嗯 我叫阿海 阿海 哎 哈哈哈 阿巴白克 阿巴白克 呃 这个多少匹骆驼 哎骆驼应该叫风 多少风骆驼 对吧 四个四个七个 十个 嗯 十风骆驼 十风骆驼 123455 5 哎真的十个 确实十个 可以进去吗 可以进去 可以 可以进去 来 带我进去 我怕他 咬我怎么办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咬啊 没有 没有 白克兄弟 他突然间听不懂 我叫他 阿巴白克 啊 你养骆驼干嘛 你先接电话 看得出来 阿巴白克 非常的忙 他几乎三五分钟 就要接一个电话 也足以证明 阿巴白克 身边的朋友不少 这匹骆驼 总共失封 并非成年骆驼 我很好奇 这些骆驼 这些牛 吃啥 这个时候 天色 也渐渐按下来了 吃的好香啊 这个草啊 什么呀 牧师 说 牧师 说 不是草啊 说 牧师 牧师 哦 牧师草 嗯 是你买的吗 买的 多少钱一提 一提33块 33块 嗯 一提草就要33块 这个骆驼啊 挺能吃的 一提草33块 他们一天要吃几提草啊 看不 三个 嗯 要提 多什么一个 中午一个 下午一个 哦 那跟我们吃饭一样 早上一提 中午一提 晚上一提 我的骆驼吃声音好大 我看了一下这个牛 少说也有1000来斤 这个牛真的是大 基里巴有一个 这里面听说还有一个2000斤的 一吨的 来 一吨多一吨 一吨多啊 这个有一吨多 哇 这是西班牙斗牛啊 这个 这个真的是有一吨多 那是 我看到了 这个人 我看了 这又是 你 我就是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走进餐桌一看 阿巴白格的妻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食物 这些零食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 这些都是新疆特有的物产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上新疆朋友的家里 也不知道该讲究什么 该避讳什么 我还在担心失了礼的时候 阿巴白格却落落大方的邀请我来坐 阿巴白兄弟叫我坐哪里我就坐哪里 我喝多水 谢谢 你好辛苦 我看到你养这么多东西好辛苦 很努力 要做很多事 他有点听不懂我讲话 我在我们南方 在江西见过很多新疆的朋友 大多数是开两个串的 还有就是卖那个切糕的 但是阿巴白兄弟 两夫妻给我的感觉 患难因心 刷新了我的愣住 新疆的朋友非常的友好 这一点真的要点赞 这是我真真确切感受到的 手招饭 哇呀 这个手招饭 谢谢 不用谢 哎呦 我估计一会儿来看 应该是没有筷子 筷子 有啊 他听懂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 我没洗手呢 你们是不是这样吃 对 可以这个 要用筷子啊 不是用手啊 你用筷子的油吗 也有用手的 要去到乌鲁木齐啊 正宗的那个吃法 他就说 手招饭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叫手招饭呢 我们是江西 江西的 对 去过没有 江西去过吗 去过江西啊 江西去过 江西附近 去过福州 去过 拿牛过去 嗯 在的呢 江西附近 对 你落在江西的吗 江西 我给你看了 江西的 江西的 他说他跟我现在就是好朋友 嗯 电话留汗啊 一定要留 是我什么的 我刚刚就在门口啊 嗯 我在打电话 嗯嗯 我差一点就准备走了 然后刚好你来开门了 哦 真的是缘分遇到你 不是随便停一下 因为我们是来这里啊 根本不知道路 不知道怎么走 我随便看一看 然后刚好你来了 哈哈哈哈 嗯 这个菜 哇 闻起来好香啊 好香 哇 看到有枸杞 是什么茶 枸杞 红枣 还有陈皮 啊 呵呵 呵呵 我来 我看出来了啊 是 阿爸兄弟 两夫妻坐的位置是大位 因为这是对着马路的 然后我刚才阿爸兄弟让我坐这个位置 我就知道这个是客人坐的位置 喂 我现在看出来了 好 好 好 现在加一下 阿爸兄弟说要加一下我微信 我们两个是永远的好朋友 是不是 就是啊 永远的好朋友 永远的好朋友 是这样 好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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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好朋友 好朋友 以后只能用语音 你不会打字咯 会不会写字 他不会 不会啊 他只有 这样说 只有用语音呢 好朋友 好朋友 您好 我是阿海 哦 谢谢 谢谢 哇 这个 哎够了 完了 哎 哇 这个真的是大菜啊 看看 这是羊肉 哎 青菜 然后这个是马铃薯 哇 哇 这一盆吃下去过瘾啊 刚好饿得很厉害了 现在很饿很 你还没动手 我等着吧 谢谢 嫂子们我要不要勺子们 好 就等号令 看来阿爸兄弟 今天心情不太好 因为刚刚接了几个电话 哇 真的好吃 好吃 我现在才知道他们体格 为什么这么大 今天是羊肉 这种菜是最适合我的 羊肉加土豆加青菜 哎 这个青菜有点像麻菜的香味 非常的香 这个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的 这里冻的 这里冻的 我知道了 阿爸兄弟 就是为什么要给我们打菜 你们可能跟他们吃饭 不允许用筷子去碗里夹菜 所以打多少 咱们就吃多少 我估计是这个意思 一咬在嘴巴里面炸开的 很有韧性 哦 烧烧腹 嗯 阿爸兄弟比我饭晚还放得早 哈哈哈哈 那童年的人吃饭呢 都吃得一样快 一样快 哈哈哈哈 开启饭一点 嗯 好了 这是您的女儿 几个女儿 三个 三个女儿 有没有儿子 儿子有哪 还有一个儿子有哪 还有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一个妹妹 哦 一个儿子 我知道了 阿爸白克夫妻俩有三个孩子 大的儿子在浙江义乌新疆餐厅当厨师 两个女儿分别在公司上班 还有一个在求学 非常的丰富 这对一半 反正我吃得很饱 难忘经销啊 这个我们的 这是奶 这个羊的 羊来 不是羊 这个牛来 不是 骆驼来 不是骆驼的 这个 羊的还有一个 啥 羊 马 驴 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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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哈哈 我们自己喂 自己喂的 嗯 就是 我们的 三羊的 这个 天天的嘛 这个样子的 一公斤 两公斤 一公斤 两公斤 天天早上的 天天早上有 两公斤 两公斤 然后就 我自己 我自己这个 嗯 然后自己存在里面 嗯 你是拿来卖 还是自己喝 嗯 是自己喝吗 你喝 还是拿去卖 嗯 呀 不是 不卖 嗯 我们自己喝 哦 哈哈 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的 吃饱了饭了 吃点羊麦 哦 还要拿碗来吃奶 哦 谢谢 我们的这个 说碗没有 哈哈哈 哦 只有一个嫂子 嗯 只有一个嫂子 用呢 用呢 哦 还有吗 你别笑 没吃过 又没吃 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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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吃干净 非常感谢 吃一勺够了 因为我不太吃酸的 酸的 我看到大哥好忙 我们就告辞了 我看一下车上有什么东西 我发现车上油也没有了 这次麻烦 不知道送啥给兄弟 是这么好的两口子 还有一罐橙皮 送一盒擦皮肤骚痒的药给他 全给他 送给你们 没有好东西给你们 这个橙皮 谢谢你 谢谢你 三剩 可以泡水 也可以吃 薯片 薯片 谢谢你 来 我不客气 我要谢谢你 我看到兄弟特别忙 谢谢 谢谢 我们走了 全吗 慢走 慢走 明天来 好 你们的朋友哪里 过来 阿爸拜客的妻子 叫我们明天再去 这会儿 他一边打电话 一边出来给我们打开铁 因为阿爸拜客 要请我们吃烤串 奥克的夫妇俩 让我感触颇生 一次偶然的相遇 又让我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明天 再见 再见 明天 明天 你怎么 两个小子 昨天打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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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感动了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下期吃羊肉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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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